判斷年齡很简单 就是在程式里面加上这个 当这个按钮 被点选的时候 然后做逻辑判断 逻辑在这里 然后两个的话是这一个 多个是这一个 如果还有更多的话你可以再用齿轮去增加 底下的话有一些其他啦 如果还没用到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因为数字 所以比较两端的话那就数字的比较 然后修改里面的资料 那假如说你说老师那如果我要再多一个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那个 成年跟未成年的图好了 如果假设 除了要 显示那个文字之外 我希望底下可不可以多个图 因为未成年这样看起来好像 太单调了 所以我希望这边会显示一个未成年的图 那成年的话就给了一个成年的图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但是首先的话呢图的部分 因为这个图 说真的 我网路上面找一下 你们也可以自己找别的图没关系 我在云端上面有放那个 这个有个 范例资料 里面的话就有个年龄 那年龄的话呢 目前我是放未成年一张 然后 青年 青年跟什么 这个 这个算 反正 这张也许 这个算什么 撞年吧 青年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种图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我刚才拿这个 这个跟这个好了 这两个所以把它下载 干脆我就一起下载算了 这个是未成年吗 这个是成年 好了 那一样呢把这两张怎么样 把它 直接上传 它在下载区好了 我就直接把这个下载区的路径复制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需要先 假设我希望让它显示两张图 所以我先上传 那选择的话呢 就选我刚刚下载的位置 下载这边 这一张 这个是为01.jpg 是未成年 好了OK这一张上传 然后再上传一个是 一个是成年 成年是这个 03-02好了OK 假设两张 一张是 未成年 一张是成年 那我要怎么样能够让程式显示出来呢 显示在哪里 显示在它的下方 类似像这个下方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显示那张图 那必然你需要什么 给一个 使用界面里面的图像 那图像的话你可以把它拖到下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显示图的地方 OK 所以 如果假设我要让它显示一张图的话 那第1个 我要找到图像 第2个的话呢 我就在这个底下呢 程式设计的地方 那怎么样让它显示 图呢 特别注意喔 要让它显示那张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图像1 对不对 那你把它点击之后的话 我希望让那个 当我怎么样 当我是未成年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显示 01.jpg那张图喔 所以要把它显示 显示的话是图像1里面 把它改变 是 应该是设定啦 所以一定是设定 什么 它的里面的 图 改成 哪一张图 所以 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选项 哪一张 设定 它的 图像1 的什么呢 不是宽度 百分比 应该是 反正一定是一个 凹下去的 它的什么呢 它的应该是 它的图 所以设定它的图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设定图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动画形式 高度 那这里的话应该有个什么图片 有没有 所以呢你就改一下 这边刚好已经有了 所以就是设定它的图为01 所以把它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就是 把图像1里面的图片 改成01.jpg 那反之的话呢 所以按右键复制它 把它反之就是 把它改成什么 03底下 所以这边还可以下拉清单 它会让你用选的 这样的话 反而更贴心 不会错 好 那这样完成之后的话 一样 就把它直接什么 把它打包一下 如果要增加一个图的话 当然 也蛮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 我是拿那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两张 这一张跟这一张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就把它上传上去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界面里面增加一个 图像1 你就从那个界面里面 拉一个图像1 然后呢 并且 当它为true的时候 就是呢 去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 有没有 图像1 的图片 设定为 这一张图 否则的话呢 就这一张图 好那我们基本上OK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把它安装 所以它已经 跑完了吗 跑完了 OK 今天好像那个网络 变比较慢一点点 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 这一张这个的话就把它 执行 点一下 这边就出现了 看一下 这边的话输入 20 20应该 如果假设 两岁 两岁应该未成年 未成年OK 我这图好像看起来 不太好看 所以 你们可以改没关系 你不见得一定要拿我的啦 你可以拿 那个 你自己找的 或者你可以create 你可以去创一个图都没关系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所以刚刚 再增加一个成年未成年的这个 这个App的一个 功能 主要就是说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界面部分 所以画面上面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画面呢 改成 就是 把那个画面改成什么 改 把这个画面呢 你把它改一下就是 增加一个图像1 其他不动 城市部分的话就是增加这个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